哈囉我是火毛,今天給大家帶來的就是 四針的1到50級教學 然後目前呢,我72等 然後農了一整晚,大概1點開始打了 我已經完成了90等的第一個時間線 然後我農到這裡,現在早上11點嘛 早上11點 然後我想說先來做一個,因為很多人在問開荒怎麼玩 然後我就花了一小時來做這個攻略 然後真的 因為我 我知道 這樣講很俗道,但是按一下喜歡 然後留個言 我發現我只要有講記得按喜歡的話 那部影片就會喜歡率特別高 看來 看來順順念是有用的 好,我來跟大家講一下四針開荒 這是最後界裡面,負責暗黑法術的職業嘛 然後二轉可以選巫妖,死尼法師術士 也是我上期主玩的職業,上一季我是術士開 然後我後來又玩了巫妖,又玩死尼法師都有玩 那上一季兩次OP角色,死尼法師跟術士 這季主流上都有被砍 但是我試了一下 應該說我覺得雖然死尼法師的幽靈領主,幽魂領主被砍了 但是我認為打目前,因為普遍來說主流大家都被砍 然後幽靈領主這也是太強 搞不好現在幽靈領主可能只是到了T1後段班 或是T2前段班而已 那等我打到幽靈領主頭之後我會再試試看 然後看那隻長什麼樣子吧 然後術士,你們想看的話可以去看一些國外的死亡主 像那個,我剛才有看到Lis II,他應該是玩素式的 我已經很久沒有看他的那個近況了 不知道他現在打的如何 因為他是一個很強的玩家 那他會選素式開的話可能也有他原因 然後本子彈可以通用到任何的一到五十級的四幀 然後在自由轉換成你想玩的BU 那十五級就可以在時間鏡頭二樓 哇這個是月經文問題,這個每天都有人問 即可在時間鏡頭的二樓往左上走 往左上走,在時間鏡頭往左上走 然後進行二轉 那我目前玩下來的話我覺得連線其實沒什麼問題 真的是沒什麼感覺 你看我刮到這邊都不會被踢下線 然後也沒什麼卡的問題 但是開張庫跟開東西會卡卡的 很不爽,我現在跟你演示一下就這樣 我開一下C啊,開一下那個會卡一下 開一下F會卡一下 這樣玩到現在,其實有點不爽 但是算了,等他們睡著可能會好一點 我剛有問一下那個世界頻道 英文的那邊世界頻道 他們說大家都會,大家都有 然後可能等那個 等那個 然後把伺服器的回饋速度修一下就好就好了 有可能你看到這支影片在玩的時候已經修好了 那我們選用的專精技能呢 是血液玻璃,漫遊靈體,地獄遊影 然後最後一個再來的專精技能 就依照你自己喜好還有你即將玩的BU 然後數字可以用地獄幽影換冰河列系 因為冰河列系太多P了 其實冰河列系前面你一拿到的時候 就可以立刻取代漫遊靈體 然後就是開始虐了 因為就算冰河列系被NERF 那前期還是非常非常強大的 然後史底法陣跟巫妖有推薦你可以用自爆殭屍 然後配置可以讓你順順到50級 但是之後你一定要選好自己要玩的BU 因為這個只是讓你順順到50級而已 他並不是讓你穩刷圖的一個配置 然後你也要知道說接下來自己要玩什麼 好來介紹 血液玻璃你遊戲中得到第一個技能 他是單體從天龍技 然後他不太耗磨傷害非常低 可是他可以普血然後疊法術傷害 所以成為我們一個首選技能 那很重要的地方就在於他這個奧術吸收 這個奧術吸收點滿之後 每一次施放會加8的法術傷害 然後你要知道 我剛剛才講不會斷線 好你要知道前面的魔杖 也給你才加3加6的法術傷害而已 可是這個東西 按一下他會給你加8法術傷害 等於給你一根魔杖的傷害 所以我們的邏輯就是 我們選用一個AOE的持續傷害技能 或是選其他的持續傷害技能 然後丟了那個持續傷害技能之後 我們開始狂按血液玻璃 同時也幫我們自己補血 可以很順的打王 因為我們只要站著補血 你如果是在單挑的時候 然後你抗性有稍微一點程度的話 你可以壓著血液玻璃 玻璃打王都不是問題 因為他的補血量很夠 然後我們就把施放速度給撐高 把施放速度撐高之後 我們就可以疊更多的法術傷害 接著我們再用邁遊靈體 超高的單體傷害 把王給秒殺掉 邁遊靈體是一個有CD的AOE持續技能 然後我們主要就是在打王跑浪節的時候 我們就是放完然後就跑 我們就可以拿到很多的經驗 同時他對於大體型王有技能的傷害 那我們先點出輕易之魂 他會讓範圍縮小 會讓靈體有更多的碰撞 假設他有20隻靈體 他可能在10米的範圍內 跟5米的範圍內 他都是20隻靈體 所以5米範圍內 他的靈體當然會更 對單體來說會更痛 我們來看一下 打章節的影片 這個是第... 算是第二隻章節王 反正就是毀滅紀元這邊 然後你看我打這隻王 這是毀滅神像 然後你看他血量 這邊我放一個漫遊靈體 嘿... 對沒錯 沒錯 一個漫遊靈體長這個樣子 這就是... 毫不講道理的 超級不講道理的 漫遊靈體 然後就是點輕易之魂會讓範圍縮小 就可以達成剛剛那個樣子 他對於大體型王就會有很多很多的碰撞 然後後面呢 你就是點... 左下再點出這個幻靈軌跡 這個幻靈軌跡 可以讓你指定一個地方放 然後把顯示頻率 跟右邊的狂怒指紋給點滿 然後最後如果你還有點數的話 就再把左上的冷卻給點滿 你也可以先點左上冷卻 如果你覺得冷卻太長 這都可以自由自己挑 好 然後獵獄幽影 這是一個... 也叫地獄幽影 因為遊戲中有各種叫法 他翻譯不一致 然後他是單體持續技能 我們的目標就是點左下角的爆發 快速生效 這個是我們主要的 章節輕怪的技能 他並不是單體技能 我們在對上群體怪物的時候 掛四個地獄幽影幾乎會連鎖爆炸 非常闖怪 但是他對單體很薄弱 因為他單體就是... 你掛四個地獄幽影對不對 他... 假設地獄幽影每秒燒100 你掛第二個人 他們會互相燒對方 200 掛三個人他們會互相燒對方300 掛四個互相燒對方400 所以他對單體會比較差一點 因為單體他只能每秒燒那100 我們主要透過... 賣友林的打單體就可以了 這是我們主要... 輕怪的技能 我們先點出左下角的這個... 左上的火焰之影 然後再往下點爆發 一路點到底 然後其他就點傷害就可以了 然後他的耗磨量不會很高 正常來說你應該可以一直丟... 呃... 你不要一直丟 應該耗磨是夠的 再來就是自爆殭屍 那... 這個就是... 第四個專精技能都可以 都可以 你可以... 看你們想要玩什麼都可以 那我自己選... 因為我是玩死靈法師嘛 那我後續要玩召喚 我就選了自爆殭屍 那巫妖也可以去使用 比如說精神瘟疫啊 或者是那個... 吸取靈魂那些 吸取生命那些都是可以用的 自爆殭屍它是一個造化物技能 它吃造化物傷害 所以不吃本人的法術傷害增傷 我們的血液玻璃的疊加都沒有用 就很可惜少了一個很重要的疊加機制 但是... 自爆殭屍本身的機傷很高 它是一個很好的單體技能 同時它非常耗磨 但是我們的比喻剛好比較不缺磨一點 尤其是我們在打單體的時候 剛剛有提到我們的單體打王的時候 就是血液玻璃跟脈油靈體而已 所以脈油靈體放完之後 血液玻璃是不耗磨的 所以我們的魔力其實基本上都是半滿的 自爆殭屍就剛好 它用起來單體傷害很高 可是它很花磨 我們就可以用來當成花磨的手段 然後沒磨再打血液玻璃就可以了 然後點出超大殭屍 然後往下點嘔吐 然後再點魔力效率跟傷害就可以了 那這個只是一個過度用的 然後召喚牛派的話 其實自爆殭屍雖然蠻有趣的 我很喜歡它的特教跟它的動畫 可是自爆殭屍真的太缺魔了 很不舒服 然後召喚牛派我還是推薦你可以去玩 比如說白骨魔像 或是骷髏法師死亡騎士等等 因為他們有改強 白骨魔像沒有 可是白骨魔像本身就很強 那當然我的開放選擇 也是剛剛講的 我72的就可以打90等的時間軸 然後整個在跨進度在打的 這個流派 就是我之前四個月前有發的這個影片 那放棄它的影片本身是沒有過期的 它使用的東西都可以 你只要搭配著我1到50級的這個練等攻略 就可以一樣使用 我自己用了一下 然後還是很安逸又強大 那我42等跨20等進魚圖刷都可以沒問題 而且還可以跨章節 這個 跳章節這個東西 一次跳過四個章節 你可以去看一下 但是我推薦大家 你要跳章節 你一定要對這個遊戲有一點熟悉度 不要傻傻直接進來 就是說你第一次玩 然後你就說我要跳章節 我要用我自己的build跳章節 你會很痛苦 因為這個跳章節 你一定要玩一個很OP的build 這個build是能夠讓你跨20等去打圖 才可以辦法跳章節 這個跳章節的影片我也放在下方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如果你是玩我的build的話 我保證這個build跳章節 我絕對沒問題 因為我是一路撵上去的 除了中間我想要玩一下犧牲殭屍 然後玩的有夠爛 我就改成這個白五魔像 然後就一路撵過去了 我對自己真失望 好就這樣 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在時光台直接來問我 或者在下面留言 那時光台問我會比較即時比較直接 我現在也開始有在YT開台 大家可以去支持一下 我可能 我錄十分鐘了 然後我已經開台開了十幾小時 我好累 這幾天開來就開到九了 我說我貓我們下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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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